有时在路上会遇到一些冥冥很好,但却没人要的东西,衣服,玩具,财物等等,但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捡的,有些东西捡到不单不是福,还会带来灾祸,大家千万要注意。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不能捡的物品,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、别人祭祀留下的食物。一般来讲,在正规的大庙里的水果、食物就没什么问题的,但如果是在野外别人祭祀留下的食物,你最好就不要去动人家的。 因为你不知是不是有鬼神在吃那食物,鬼神吃食物只吸他的香味,你看不见的,东西本身又不是你的,你未经人家同意就随便拿的话,有些小气的鬼神是会整你的,小的就是小病小痛一下,大的出什么意外也说不定的。 当然,如果是主人家还在场,他自己吃或他送给你吃,这个又无所谓的。 二、死人的衣物。 在民间,很多人都会将死去人的衣物烧掉,为什么呢? 因为鬼是会有很强烈的撑狠心的,人虽死了,但他有时会对某件生前很喜欢的衣服有所留恋。 如果你捡回去的话,说不定他会怪罪于你而报复,报复的手段千奇百怪,具体是什么很难讲的。 站在医学的角度来看,死人的衣物亦带有不明病菌。 三、刀斧类物品。 有时在公园或路边偶尔会看到一些被随意丢弃的刀、斧、桃木制品,或一些造型奇特古怪的物品。 这类物品属于十种不能捡的东西之一,不能随便捡回家的。 扔在路边的刀斧类物品,最容易带着那些被镇压的邪气晦气,如果捡回家就相当于带着晦气入门,容易导致惊吓,失魂的事发生,招灾破财从而导致祸病不断。 四、路上的玩具娃娃。 路边的娃娃很容易招鬼,为什么呢? 有些小鬼他的童心也还是存在的。 见到路边的公仔娃娃就很喜欢拿来玩。 万一你捡到的那个刚好是人家在玩的,那么就等于你抢了人家的玩具,你说他会不会放过你呢? 五、来历不明的神像。 神像并非说表面是个财神像,那就真的有财神存在,这个还真不一定的。 有些人家里供的财神其实没有财神在,是一些邪神或鬼怪在受香火也不一定的,像这种供了会越来越倒霉。 如果是这种原因所遗弃的神像,你又捡回家的话,那是会很麻烦哟,很有可能会招致灾难。 六、古制品。 动物死后,将它的古制成纪念品,内头里会带着死去动物的怨念,也有些辟邪的古制品经由法力的法力处理后可以用。 但你不知道捡来的是不是由法师加持过? 再者就是骨头制造的东西丢在外面,也很容易具有阴灵。 因为阴灵特别喜欢这类物品,所以容易招邪器,捡回家也是无事找事的。 七、被汽车碾过的衣服。 有时自己会不小心将自己的外套或衣服跌在路上,被汽车碾过,这时就要小心,代表着穿着这件衣服的人一出意外,所以最好就不要了。 但如果自己的确很喜欢,拿回来要先用香火过三圈,就是点着香在衣服上绕过三圈,没有香的话,用点指点着火,将衣服在上面绕三圈也行。 注意,不要烧着忧。 八、缠绕着头发的钱。 民间有些法师在做驱邪法式时,会将施法者的头发扎在一些灵钱或小红包上,意思是送邪。 做这种事的人都是为了将晦气转移,这是一种很不厚道的做法。 正道的法师不会做,但现在这个社会,为了钱,也会有人做,所以自己必须要注意。 九、来路不明的古董。 说起路边不能捡的东西,来路不明的古董就是我们千万要避讳的部分。 虽说古董是好东西,但如果是刚刚出土的古董,它在墓里面存放了许久,汇集了大量的阴气和煞气。 这类古董物件要是放置家中的话,轻则破财运,重则败坏住宅整体的风水,导致家庭不和,甚至家破人亡,是我们绝对不能捡的东西之一。 十、十字路口的灵钱。 如果当你碰巧看见十字路口放着一些灵钱时,不要轻易去捡,因为这些灵钱是不能捡的东西。 在民间有不少人认为在十字路口扔钱就能转运,能够免去灾祸驱除晦气。 因此,这些十字路口的灵钱,基本上都是别人为了驱病去灾而故意丢下,用来转移晦气。 只要有人捡了,这霉运流转嫁给别人了。 所以,这里的灵钱不能捡,不然会走霉运的。 其实,人生在世,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生活中十有八九不如意,每个人都会遭受到一些挫折才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, 此中暗暗流下多少眼泪,努力过多少次,唯有自己才能体会到其中的酸苦。 谁都希望自己运气能够好一些,人生可以稍微顺畅一些,可是好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降临到你身上的。 其实,不管是好运异或是霉运,在到来之前,多少都会有些征兆的。 好运到来之前,自己或身边发生的事大多都是往好的方面发展。 而人要走霉运之前,发生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,也许很多人会问,人走霉运时如何巧妙地避免呢? 还请少去这三个地方,逆境中修忍辱,终会脾及泰来。 这世上只要是人多的地方,往往是非就多,可有的人明明知道这个道理,天天就是爱去人多的地方,凑热闹,殊不知人在这种地方,难免会招致灾祸。 是非从来讲不清楚道理的地方,一旦身先进去,就没有脱身的机会。 人越是在倒霉的时候,就越不要去这些地方凑热闹了,到最后引来麻烦,只会让自己更倒霉。 若想平安喜乐,那就要远离是非之地,远离那些喜好搬弄是非的人,更不能参与其中。 二,有名有利的地方。 史记有云,天下兮兮,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 当利益摆在人们面前时,谁都会想方设法去谋取利益,甚至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。 一个人处在人生低谷时,就不要去各种名利场追求名利了,容易迷失自己。 当一个人过重的钱财的时候,这个人就会变得自私自利,心中生起妄念,做出错事。 佛说,名利是地狱之根,皆是毒虫。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修行,浮浮沉沉之间,凡事应该学会看淡,要知道世间除了生与死,其他都不重要。 越是运气不好时,也要学会反观自己,越要学会忏悔。 让自己修一颗清净心,人有静气,风度自来。 心灵干净的人,就像一块明镜,不为名所累,不为利所义,清清白白做人,坦坦荡荡做事,心安则深安。 三,人多的酒场。 世人往往在遇到挫折之后,喜欢戒酒消愁,还时常故作潇洒地自诩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留。 这些人却不知此句话还有下半句,那便是世人若学我,如同禁魔道。 佛说,苦难是一种修行,逆境是一种沉淀,能百毒不侵的人,都曾经遍体鳞伤过,能笑看风云的人,都曾经千疮百孔过,每一个自强不息的人,都曾无处可依过。 人这一生起起落落实乃常事,切莫太过戒怀。 愿此刻所有处在低谷的人都能行到水穷处,坐堪云起时。 也请大家相信,苦难耗尽,福报便来。 善人自古多磨难,因果之中有玄机,愿大家在逆境中修忍辱,祝大家早日匹吉泰来,重获好运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并分享给您的朋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大家下期再见。 期di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